可以解脫改變 但是各位聽我這樣講 我這個手並不是完全不痛 它偶爾會痛幾秒鐘 但是我就會記得 左手等於右手 所以它就不會痛 因為左手是眾生很苦 右手是佛 所以希望以佛的手 轉化它們的痛苦 那你要修行就是 時時刻刻拉回正確的念頭 但是各位永遠記住一句話 不要抱怨 抱怨就是不接受因果 怪罪別人 你會更痛苦 所以我發覺很多菩薩 很喜歡去幫助窮人 去放生 這個是很好的方法 因為當你去幫助窮人 去放生 去慈悲的時候 慈悲就是佛 因為那個時候你完全想的是對方 對方 想要幫助他 你就很容易超越自己的痛苦 就像各位在打坐 像我的腿 受傷過 年輕的時候打球 我如果坐十分鐘 坐二十分鐘 我就受不了 很痛很痛 但是偶爾 如果我自己在自己的房間打坐 我可以打坐兩三個鐘頭 都不會痛 後來我就了解了 原來是我的心態 如果我的心態很認真 在打坐的時候 思維佛法 怎麼幫助眾生 那個時候完全是佛的力量加持 那你的念頭又保持空性 所以身體一下就不會痛 但是如果 我有時候不太專心 就一直在摸腿 越摸越痛 看時間二十分鐘而已 怎麼還不下課 因為又跑回來 世俗的念頭 所以阿底霞 講一句話 非常好 放下世俗 發菩提心 你不要去想 世間的 身體的 愛情的 你要想的是 佛陀的 眾生的事情 像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體驗 三十年前 我的媽媽 得癌症 而且是胰臟癌 不好醫的 那時候我媽媽很痛 那我在醫院照顧她 因為她很痛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人家給我一本經 地藏經 我就為我媽媽跪著 念地藏經 要念兩三個鐘頭 但是我發覺我自己都不會痛 因為我為我媽媽 然後我念完地藏經 我就發怨 哇 我媽那麼痛 那我為了要報我媽媽的恩 我發怨 出家 我學地藏王菩薩 出家 我可以去利益眾生 我發完這個怨 我媽媽就不再痛了 不再發冷發燒了 醫院住三天就出院了 到別的醫院檢查的時候 沒有病了 所以我對佛法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媽媽從那個時候到 剛往生三四個月 她都沒有再得癌症了 所以意思是說 我的體驗 就算別人得癌症 你用一個菩提心 甚至為她發一個怨 回向給她 你自己也得到好處 對方也改變了 所以佛法不可思議 所以佛教有一句話 念佛 當下就是佛 如果你把你的念頭或行為 恢復在慈悲 菩提心 或是念佛 那你就有佛的力量 來幫助對方 各位要有這個信心 我們汉傳佛教跟藏傳佛教 有一点不太一樣 就是念症 我們汉人規定 你念珠拿在手上 一定要給人看到 而且要念佛給人看到 就是提醒對方 你要念佛 你要修菩提心 所以 那對方看到了 他也會記得念佛 而且我們在念的時候 我為你而念 所以你看到一個人 你就為他發一個怨 你又看到一個痛苦 你又跟他發一個怨 所以你每天都不斷地在修慈悲心 所以我們今天 我看到那個 我們的課程表寫的 今天是要 半傷歸一 受五戒 那簡單地說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這些 就是歸一 你要時時刻刻 歸佛 歸法 歸一身 不但自己安定 平靜快樂 也可以幫助眾生 因為你把三寶的力量 透過你去幫助眾生 昨天晚上我們 住在隔壁的 飯店 結果我們行李搬進去了 我就弄了弄去 我就開始咳嗽 流鼻涕 所以我也知道 忘了 為什麼 當我們進到房間 也要記得念佛 念法 念神 因為那個房間裡面 也有可能有眾生 所以我就 趕快拿一杯水加米 對不起 我就跟他念辨時咒 念一念 咳嗽就好了 所以 當然 我不是要跟各位一直講鬼 而是說 任何地方 你都要對他慈悲 一個花 一個房子 一個土地 所以 像我今天坐在這邊說 我不是跟各位說 我想的是 所有德國人 所有德國的祖先 所有猶太人 所有世界的眾生 都在我面前 我們一起來修行 得到三寶的加持 這樣你就超越時間 超越空間 超越多少人 就進入那種 一種沒有分別的 永恆的 很好的心態 所以 簡單的說 沒有痛苦 你就會忘了修行 所以 不要怕痛苦 痛苦是幫助你修行的 讓你恢復 覺醒 恢復慈悲 沒有貪嗔痴 你就不會開發智慧 所以說 貪嗔痴 欲往來了 你就看著它 把它 轉為 去觀察它 就會成為一種智慧 也可以發展菩提心 佛陀也跟我們說 我們眼睛 耳朵 心 所接觸到的這個世界 都是你 都是從你心裡面 現出來的 所以 不要 對 不要跟它對立 也不要 不要抓住它 你就 去了解它 去欣賞它 慢慢從這裡面 就可以轉變 你就會從這裡面 看到自己 看到真相 看到佛 所以有一句話說 一朵花 也是個佛 一個葉子 就是一個佛的世界 如果我們用佛陀的眼睛 這個觀念很重要 學佛法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觀念 把整個生命 供養給佛陀 把眼睛 變成佛陀的眼睛 把心 變佛陀的心 來看這個世界 就變成一個佛法的世界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很虔誠地 用我們的所有的生命 敬畏來自己的生命 來依止 皈依 甚至把生命供養佛陀 把心供養佛陀 要這樣來唸 要這樣來唸 三皈依 而且不但我們皈依 整個法界 所有眾生 讓他們都跟我們一起 皈依三保 但是要記住 皈依 不是外 皈依外在的 佛 是透過佛 是透過佛 來皈依 來皈依 內在的佛 我們的覺性 智慧 空性 慈悲 而且要發心 讓所有看到你的人 碰到你的眾生 都皈依三保 因為你亮起來了 透過佛的光明 你也亮起來 你也透過你的光 也點燃他的光 讓他也亮起來 要讓所有眾生 都快樂成佛 還有一個講法 我們的心是佛 我們的聲音 源是法 我們的身體 變成生且 歸身 成為別人的模範 因為我們的身體 為什麼叫生且 因為我們在 跟摩切一樣 跟康佛一樣 我們的身體 要去幫助眾生 大家跟我合照 當願父母眾生 所有友情 歸佛 歸佛 歸身 歸佛 發菩提心 歸佛 願體正 無我空性 歸身 願圓滿 忍辱慈悲 歸佛 當願眾生 斷除貪欲心 永不墮地獄 歸佛 歸佛 當願眾生 斷除我直邪見 永不墮惡鬼道 歸身 當願眾生 斷除 稱慧心 永不墮 畜生道 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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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淨 歸佛 Let's lean stay doable 你穿衣服的时候 当愿众生都有温暖漂亮的衣服穿 当你开车的时候 当愿所有众生都有车子 都很平安 都可以圆满他的事情 就一直想着众生 你在路边看到一个老人 你千万不要说 我没看到他 你要马上说 当愿众生都不生病 你需要帮忙 你要赶快过去 因为我们这个叫归生 归生就要把佛陀的慈悲 展现在行为上面 所以我们归三宝 找到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不是这个身体 真正的生命是大慈大悲 是保持在不变的 无我直的空性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更愿所有众生 都透过你 而找到真正的生命 当然我们归异以后 各位就不要去伤害到其他人 或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当然我们归异以后 各位的嘴巴就改变了 不要去骗人 不要去骂人 对方再怎么错 他没有道理 你也不要骂他 因为你是佛教徒 那佛陀要我们保持一个 控制内心的状态 所以佛陀会建议我们 最好不要喝酒 抽烟 因为你喜欢喝酒 那你心就控制不了 你的行为就会去伤害到别人 所以佛法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绝对不伤害别人或众生 第二个不断地去帮助别人或众生 就是两样 所以各位今天听到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最伟大就发愿 当愿所有众生都能够听到 能够皈依 能够修行 要发起这样的心 所以跟我念 愿以此功德 普及所有众生 当愿众生 皈依三宝 受持戒律 升起慈悲心 发菩提心 永离痛苦 永离三恶道 往生净土 未来成佛 得亚他 盼战者 阿瓦伯达 那也说哈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失去伴侣的鹅 住在乡下刘大伯家 养了一对大白鹅 他俩整天形影不离 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说 这是一对模范夫妻 你们看 刘大伯家的那两只鹅 整天黏在一起 多恩爱啊 真是如古人说的 只献鸳鸯不献仙 可不是嘛 人家都说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我看比翼鸟 也不如这两只鹅恩爱的 哎呀 大黄来了 这个家伙 平常看到鸡鸭就喜欢追赶 看来 这次这两只鹅 该倒霉了 哎呀 狗 狗跑来了 它好凶啊 怎么办 不要怕 有我呢 只要有我在 谁都别想伤害你 哎呀 你看啊 这只鹅竟然向大黄 发起了挑战 它这是在保护自己的妻子啊 真是一只勇敢的大鹅 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 不受到伤害 这只公鹅 像一位战士似的 一边挥动翅膀高高跃起 一边用自己的嘴巴 朝那只狗不停地啄着 老公 不用担心 我这就来帮你了 这只母鹅也加入战斗了 看来今天大黄要落败了 是啊 这两只鹅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 而拼尽全力 而大黄只是调皮 它肯定会被打败的 果然 在这两只鹅的一起攻击下 大黄竟然夹着尾巴逃跑了 两只鹅看着大黄逃跑后 又凑到了一起 响互轻声叫着 像是在诉说着什么似的 刘大伯 刘大伯你来晚了 可错过了刚才的一场好戏呢 哈哈 我错过了什么好戏呀 你养的这对鹅夫妇俩 竟然把大黄给赶走了 他俩可真厉害啊 是吗 他俩肯定以为大黄想把他们分开 谁要是想把他俩分开 他俩就会跟谁拼命的 没错 看刚才的样子 这两只鹅真的跟大黄拼了命 刘大伯 当初你养这两只鹅的时候 不是说准备过中秋卖掉一只 过年卖掉一只吗 现在怎么都还一直养着啊 当初快到中秋节的时候 我真的打算把这只公鹅卖掉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我改变了这个念头 哦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快说来给我们听听的 那是中秋节的前几天 我儿子将那只公鹅装在了木笼子里 准备用机车带着他去市场上卖掉 哎呀 儿子 你看他俩多伤心啊 简直就像生理死爷一样 我看还是不要卖这只公鹅了吧 老爸 你什么时候也学着这么多头善改啊 当初养它们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中秋节卖一只 过年卖一只吗 哎 可是他俩真是太可怜了 你不知道平日里这两只鹅非常恩爱 你看它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实在不忍心将它们分开 好了老爸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带他去市场上卖掉了 不就是鹅吗 让你说的跟人似的 你快回来啊 你跑不过机车的 然而我儿子骑着机车刚离开村子 却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哎呀 好痛啊 怎么搞的 怎么会突然摔倒了呢 这时候 那只母鹅大叫着从村子里冲了出来 它飞快地来到了倒地的机车旁 然后继续和车后面木笼子里的公鹅 相互亲密地低声叫着 像是在说悄悄话一样 你这只鹅还真是不死心啊 这两只鹅感情可真好啊 小伙子 不要将它们分开了吧 是啊 你想想啊 这么平坦的路你竟然会莫名地摔倒 我看这是上天明明安排 让你不要拆散它俩的 儿子 你没事吧 有没有摔伤啊 我没什么事 只是机车摔坏了 或许这真的是上天在保佑这两只鹅 不让它们分离呢 嗯 从那以后 我儿子再也不提麦鹅这件事了 我们也决定要将这两只一直养着 嗯 瞧它们俩这样相亲相爱 真是令人不忍将它们分开啊 你说的没错 我想如果它们俩一旦彼此分开了 那它们肯定会伤心难过 郁郁而终的 原以为这两只鹅 能够永远地在一起恩爱地生活着 然而 却适与愿违 留大伯家院子里 那只母鹅口吐白沫 奄奄一袭 那只公鹅一边伤心地叫着 一边围着它转来转去 医生 你赶快看看吧 我家的母鹅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病倒了 哦 我来看看 大公鹅你误会了 这是医生 它是来给你妻子看病的 然而 公鹅丝毫听不进去 它依旧不停地朝着兽医发起进攻 兽医根本没有办法靠近那只母鹅 儿子 你赶快将这只公鹅关到那个杂物室里 否则医生根本没有办法靠近看病的 说着 儿子抓住了那只公鹅 然后将它带进了院子里的一个杂物室内 将其关在里面 你这个家伙 够老实点 在里面乖乖地待着 不要乱叫的 医生是在帮你的妻子看病的 你不要在这里添麻烦的 它中毒了 我想 应该是误食了老鼠药 误食了老鼠药 天哪 怎么会这样啊 这下该怎么办呢 它已经中毒很深了 我无回天之力救它了 你们把它埋葬了吧 如果它再被别的动物吃了的话 很可能也会因此中毒身亡的 真是可惜啊 它怎么偏偏就把老鼠药给吃了呀 它死了 也不知道那只公鹅会怎样 真替它担心啊 我想它过一段时间 就会忘掉这只母鹅的 一定是这样的 不用担心 它很快会适应独自生活的 然而 当那只公鹅被从杂物室里放出来后 便拼命地到处寻找着自己的伴侣 天天找 日日找 刘大伯家的鹅是怎么了 每天都在村子里叫个不停 它这是在找它的伴侣呢 你说的没错 我原本以为它会很快 便将那只母鹅忘掉 谁知道都过去一个多月了 它竟然还没死心 依旧每天在寻找着它的妻子 刘大伯你应该给它再找个伴才行 嗯 说的有道理 给它再找一个伴 或许就能让它忘掉它的妻子的 别提了 我前几天真的给它找过一只母鹅 结果被它硬生生地赶走了 然而有一天 刘大伯的儿子开回来了一辆仙车 那只公鹅看到这辆车后 竟然一下子变得异常兴奋 就像是见到了自己的伴侣一样 刘大哥 你家的鹅可真是通人性啊 你儿子买回了新车 他也跟着高兴 他哪里是因为新车而高兴啊 他是看到了车子上自己的映射 而且还把自己的映射当成了自己的妻子了 是吗 真是这样的吗 他朝那只公鹅看去 果然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车子上自己的样子 然后整理了几下羽毛 开始对着自己的映射嘎嘎地轻声叫着 没错 他真的把自己的映射当成自己的妻子了 过去他对母鹅聊天时的声音 也是这样的温柔 那只母鹅已经死一个多月了 他竟然还在想着它 真的是用情置身的 是啊 许多动物和人一样 也需要有同甘共苦的知音 和为之千长挂肚的伴侣 世上万物生来都需要一个伴 生活因为需要想着别人 因为有人分享快乐 分担忧愁 从而生命才有了意义 嗯 从那天起 公鹅每天都会围在那辆车的前面 不愿离去 好了大鹅 我要开车了 你让一让吧 好吧 那我看看你还能跟着我的车跑多远 说着 他上了车 然后发动起来朝村外离去 公鹅见后 不停地大叫着 公鹅跟着车跑去 刘大伯听到声音后 急忙跑了出来 你快回来 你追不上车子的 你别担心 过不了多久车子就会回来的 公鹅看着跑得飞快 渐渐渐消失地车停止了追赶 它又一次发出了伤心的叫声 唉 这只鹅真是够痴情的呀 那只公鹅把车子上自己的映射 当成了已故的伴侣 所以生活依旧有着幸福和希望 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车子的光泽渐渐暗淡 那只公鹅又一次失去了他的伴侣 它看上去好伤心啊 是啊 再一次失去伴侣让他更加受伤 唉 可怜的鹅啊 哎呀 它又跑去哪里啊 我得去把他抓回来 算了 让它去寻找他的伴侣吧 这只公鹅对感情实在太投入 太执着了 再一次失去伴侣的他 在哀痛中 度过了几日后便伤心死掉了 刘大伯和儿子将他埋在了那只母鹅的坟旁 让他俩葬在了一起 以解他对母鹅的相思之情啊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